水區公所在去年底搬遷到新市鎮的市民聯合服務中心之後 位在淡水中鎮路老街上的公所大樓就址 目前在新北市財政局的規劃之下 地下一樓到三樓沿裡要遭商進駐 而四樓到五樓作為了公局的庇護工廠以及禮活動中心 不過淡水公所就址大樓 新北市議員鄭宇恩認為 該地點臨近捷運站還有老街應該以淡水文化藝術為考量 而不是再把這麼好的空間都給商業化 主要就是說希望說財政局在規劃我們招商 舊區公所一到三樓的時候 可以考量一下說淡水的表演藝術的團體其實也很多 所以說如果有一個空間可以釋出來給他們做表演 然後做一個他們所有所有表演團體的這個專屬於他們的場地 我相信這樣子其實對淡水的藝術也好 或者是讓更多的遊客來駐筑我們淡水也好 這都是加分的 市議員鄭宇恩為此今天還特別邀請到了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以及淡水在地的表演藝術團體 大家齊聚一堂針對淡水舊公所大樓 以及德濟利市洋行後洞的活動空間 聽取大家的意見 而藝術表演團體表示 在淡水公所就址的地點相當不錯 希望可以結合觀光以黑箱劇場的方式可以呈現出不臭的效果 所以我們一直很希望說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空間 然後呢能夠讓在地或者是外來的一個團體能夠在這邊演出 因為它本身呢就是人潮就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每次都在想說 那如果很多遊客來到這邊除了看觀音山 看美麗的河景 然後還有這個吃美食之類的 那我們如何去提升整個的一個觀光品質 一方面的聲音是覺得說招商的空間是不需要這麼多的 那我也認為說其實淡水老街的商家已經夠多了 那你任何的招商行為多多少少都會影響到在地的這個商業 所以說我們希望說這個東西是可以稍微就是少一點 然後讓這個文化的氣息可以再多更重一點這樣子 也希望說如果這個空間將來有機會規劃的話呢 藝術團演這個藝術表演團體 他們也是願意進駐來表演這才是最重要的 位於淡水老街前段的舊址大樓 現在正由財政局演擬招商案 而鄭宇恩表示招商空間不需要這麼多 若增加商業行為也會影響到原本老街周邊的商家 因此也希望為藝術團體爭取一個能夠讓他們固定演出的空間 以小劇場規模進行 也藝術表演能夠讓淡水留住遊客久一點 記者是團一淡水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